虽然说冬天很冷 但是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很多的臭宝说老花衣 春天的时候我的花不发芽怎么办 不发芽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冻死了 我们这种冻死了的 这已经死了 发不了芽 这个没办法 谁也帮不了 没死 这就江苗了 这这样是的 你比方说这个 给大家说几个例子 你比方说这个西尔兰 如果说明年春天不发芽 它就是因为长得太长了 要不破不立 你就干嘛呢 给它拧拧 把这种给它剪一剪 这种都给它剪掉 对吧 不破不立嘛 就是修剪修剪 我给你大概的比划比划 就把这种掐掉 剪短一点 让它重新长 明白了吗 你像西尔兰类的 可以这样做 像一些个爬藤类的呢 你就不要剪上面了 你可以撸一撸下面 上面下面都可以一起整 就是下面这种老叶片嘛 看这种老的叶片 可以掰掉 掰几个 上面的也可以剪一剪 对吧 你像九里香之类的也是 你把这种下面没用的这种枝条 也给它剪掉 是吧 要是挂着的那个果 这种没用的什么果了 你不想看了 也给它摘掉 上面再修剪修剪 对吧 它有时候 它扛着一堆的包袱 来到了春天 它本身苏醒的就很困难了 就跟人苏金活血一样 你比方说咱们 我大舅子冬眠了 冬眠了好几年 那指甲盖长得都把自己给裹起来了 先干嘛 先把指甲盖修剪修剪 衣服啥的都粘一块了 先脱掉 洗洗 这样它就醒过来活动开了 植物也有一个道理 你给它修剪修剪 给它把所有的束缚弄掉一些 减轻一些 它这样就更容易发芽了 你能听懂吗 臭宝 有话说老阿姨 我知道你做的这些东西 但是有的植物呢 确实你剪了它也不爱发 那你又可以用夜郎一号 这种之类的东西 打破一下浆苗 唤醒它嘛 就给你表示 我大舅子 这是酒鬼 很残 你说老阿姨 我也给它洗了 我也给你大舅子洗了 也给它剪指甲了 衣服也脱了 重新换了 但是他还是不怎么犯 还给它来瓶子酒一闻 那他立马就精神了 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说夜郎一号就相当于 植物爱喝的这些东西 它就会长得比较哇塞了 听懂了吗 有的话说用101可以吗 也可以的 101除了贵 没有别的毛病 懂了吗 不要大量的施肥 可以略微的用一些个肥料 可以略微的 你比方说营养液之类的 它的说明比例 比方说让你500倍 那你就可以多兑一点水 给它稍微淡淡的浇一下 反正温度上来了 你适当的来一小点肥料 给它剪的剪一剪 再来点夜郎一号 每个不行 它都能行 听懂了吗 你的话说老花姨 你这些我都做了 还不发芽 还不行 怎么办 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根系长满了 就是我给你随便 打开一个比划比划吧 就是根系长得特别满 明白了吗 那你就可以换一个 大一号的花盆 给它提供更多的生长空间 让根系长得更多 更旺 这样也是很不错的 也可以用点生根叶之类的 听懂了吗 好了 这就是春天不发芽的 一些应对策略 希望大家在春天的时候 都能发芽都能开花 我是老花姨 哀发这张一 白摊特伯 嗨 嘿嘿 嘿嘿 不